接下来我们有两场LVM相关的分享 那我们请许明毅带来的LVM Project The Good, the Bad and the Ugly 请大家欢迎明毅 好,那感谢Scott 那大家都听到我的声音 还有看到到我投影片吗 还有我的video 现在看得到了 好,那感谢大家今天来我的talk 那我今天要讲LVM Project The Good, the Bad and the Ugly 那首先来介绍一下我的资源 你可以叫我明毅或是明毅 那我现在在UC200公读CS博士 目前是第三年 那我个人是在LVM鬼混的起年 目前是M08KLVM Backend的co-owner 那今年初小弟不才也出版了一本 有关LVM的技术书叫 LVM Techniques Tips and Best Practice 那闲暇之欲 就是喜欢其中级到处乱逛 以及泡咖啡 那首先因为我这个储家 在某个水果团打工 所以必须强调我接下来讲的内容 不代表我任何雇主的言论 以及立场 那这场talk是什么 我在talk的时候其实想了很久 然后烦恼如何弄一个talk 能够激起大家一点 想要深入了解意愿 但又不想要这边讲得太深 所以最后决定弄一个杂谈 或者说因为针对LVM 近况发展的一个overview 那这个overview里面 除了技术性的内容以外 还有关于社群方面的介绍 希望能够介绍给大家LVM 在最近几年发展的几个亮点 以及我所观察到的一些问题 那整个talk就如标题 分成三个部分 那在第一个段路的good里面 我会涵盖几个 在技术以及人文方面 我喜欢的特点 首先来介绍一下LVM 在最根本的设计层面的 一些特色与优点 传统的编辑器在软体架构上 会比较偏向以执行档 或者说以工具为中心去设计 那frontend、middleend以及backend 都有各自原始码去实作 然后最后再把这些原始码 直接的建制成一个执行档 最好的意思就是GCC 那虽然说这整个过程非常非常直观 但在某些应用上 就会稍显没有那么有弹性 我们在这边来试想一个签订 老板要求你们为自家编辑器 加入一个支援CNC++的 AutoComplete功能 你会怎么做 第一种方式当然是从头做个 那还有一种方式 试着利用GCC的frontend 来协助你来做语法 以及语业分析 因为毕竟C++并不是一个简单语言 如果能够把GCC三十几年来 在C++方面的成果拿来用 那当然是最好 那如果我们想要采用第二种解决方法 我们会怎么做 第一种方式当然是 把部分GCC frontend原始码 直接复制截取出来 那这样做的缺点是 GCC是个非常复杂的口碑 会非常非常花时间 那第二种方式则是 每次使用者敲一个键盘 你就把它存成一个档案 然后呼叫GCC Combin9Tool来检查 这样的缺点当然就是 效能会不怎么好 然后如果GCC Combin9Interface改动了 你也没办法在第一时间察觉 所以我们在这边看到一个问题 或者说一个潜在的解决方法 就是Code Share 如果我们能够更方便的 只使用部分GCC frontend的功能 那我们就能更大限度的 利用这些复杂 而且成熟的GCC程式码 来重用这些逻辑 LPM在最初设计的时候 蛮大程度受到这种思维影响 相较起以执行档 或者以工具为中心去执行 LPM一直都是试着 先把功能包装成普通的韩式库 然后再依照你的需求去组合工具 以正常图来讲 基本上是先设计上半部这些韩式库 然后LPM再利用他们 组合成下方工具 例如使用者 抱歉 例如使用者 许多初学者在第一个 学第一个如何写LPM pass的时候 一定会用到out 他这边就只使用了部分 有关IR optimization的韩式库 那虽然Clean 他基本上用到这边所有的韩式库 但是借我们刚开始提的 CNC加加Auto Complete Tool的例子 你其实可以依照你的需求 只把会用到韩式库 链接到你的工具就好了 不用把整图1.4GB LVM带进你的状案 另外跟直接截取 GCC原始码来用比起来 链接韩式库也简单多 我在这边一直不断强调 韩式库的原因 就在于说现在 网络上大部分都是 关于LVM pass flugging的学习资源 倒也不是说那些不好 只是他很容易让大家误认为说 这就是LVM所说的modularity 但实际上 你如果把LVM当中 普通韩式库来用的话 会给你更多弹性以及功能 那以上就是LVM在设计上 个人认为最重要的特点 那接下来我要介绍 几个较为少人之 但是近几年刚退出 个人觉得还蛮酷的功能 当然身为一个发展 非常迅速的工作 我不可能在这边 列举所有新功能 所以我今天要专注其中一个主题 传统上当我们提及 Compiler在效能上改进的时候 通常指的是 他建制出来的执行档 速度改上多少 但是近几年 随着软体规模越来越大 大家开始在大型专业 像是Chrome Linux Kernel 甚至LVM本身 发现编译以及建制速度 越来越慢 慢到一个难以容忍的地步 严重影响到开发者的工作效率 那LVM社群 当然也有发现这个问题 而且尝试解决 换句话说 就是他们想要让LVM本身的 执行速度更快 那我接下来将介绍其中两个改进 分别是关于CodeGen 也就是Backend 主要负责的工作的速度 以及Linking Speed 那我们就先从CodeGen的部分开始讲起 那在CodeGen这个主题里面 我们就更focus其中一个技术 Instruction Selection 那为什么呢 因为Instruction Selection 其实传统上占的LVM 非常非常多的编译时间 在这边可以看到 它往往是所有PASS里面 花最多时间的 而且最重要的是 它跟OptionZation不一样 你不能把它关掉 那传统上LVM是怎么做 Instruction Selection呢 首先我们在左边是 输入了Target Independent的LVM IR 那它的形状是Linear 也就是像一个List一样 每一个Item都是一个LVM IR Instruction 接着它会被转化成一个Deg 或者称为Selection Date 来做主要Instruction Selection 完成这个Selection Date会被转化成 另外一种Target Specific格式 称为Machine Instruct或是MIR MIR 它的形状又回到Linear 那大家发现在这整个过程中 意外的这个转化 在这个不同格式之间 转化过程其实还蛮花时间的 所以有人就想出一个idea 如果我们这整个过程 都是维持同一种形状 那是不是就能省下一些时间 而这就是新一代Instruction Selection Global iCell最大的特色基 这个新的中介格是G-MIR 其实它的载体是右边的Machine Instruct 也就是它比较偏向Target Specific 但是它的operator是Target Independent 所以我这边才会说它是一个Hybrid 然后或者Instruction Selection的过程中 逐渐把这个Hybrid 转化成Target Specific的Machine Instruct的格式 那这带给Global iCell 在编辑速度上非常非常惊人的改善 而且也附大其他优点 像是Cold Quality的改善 因为Global iCell就如它的名字所暗示 它一次可以select整个function 而不是只有一个单一basic化而已 还有其他优点像是它的测试会更为容易 那在看完Global iCell之后 现在我们来看看在LinkedSpeak方面的改进 Linked的工作是把一个或是多个object file 组成单一个binary archive 像这边所显示的executable 但它有一个最致命的缺点 由于它本质是把多个档案变成一个 所以实在很难把它的工作分配到不同的水 即便现今大部分的编译工作都以档案为单位做平行化了 因此当LVM在以前昨天从零开始做一个linker 也就是这边接到LD的时候 速度变成首要的考量 在LD之前GoLinker是最快的linker 在这边图示所示 LD在链接速度上有非常非常显著的改善 其中几个关键包括 第一个laziness 例如只在需要的时候把某个file section载入到机体 而非一开始就全部读进来 还有就是LD它还是会做某一程度的平行化 所以综合上述所说的优点 以及它目前发展稳定性 LD通常是很多人在建置大型转案的首选linker 那除了一般的链接工作外 人们在近几年越越喜欢叫linker做另外一件事情 也就是link time observation或是LTO 也有人称为whole module observation 那由于linker跟compiler不一样 不只能够看到单一一个原始长 然后家里做优化 它能够看到整个专案原始码 所以它能够做更多更为进阶优化 例如inline更多的方式 但是跟前面提到的linker的问题一样 它传统上LTO很难做平行化 因此整体链接加上LTO所花的时间就更夸张了 几年前LVM社群提出一个解决方案 新LTO 右边是它的架构图 那你会发现这个架构图 跟我们刚才最初传统的linker架构图 长得非常非常像 但它使用一个非常非常特殊optimizer 这个optimizer会把自己这个thread 正在处理的程式码资讯 浓缩成一个精华机 也就是这边提到的summary 然后通过IPC共享给其他的thread 原因就在于大家发现很多时候 这边所谓whole program observation 其实不需要百分之百完整的资讯 因此我们只需要把必要的资讯 给分享给其他thread就可以了 如此一来我们可以得到非常非常惊人的速度 以及记忆体消耗的改善 那以上就是技术方面 我最喜欢的几个亮点 那接下来在the glue这个段落 最后要提到就是community方面的优点 LVM本身它的community 我最喜欢的就是 它并没有一个集中的机构 来管理技术上的决策 所有技术上的事情 包括co-review以及技术上的决策 都是一个非常非常扁平的架构 那有些人大概知道说 它有co-owner这个概念 例如我个人就是M68K Black End的co-owner 但co-owner等一下会提到 它其实只是负责当这块程式 没有人review call的时候 它有这个意义有obligate去review这些call 那所以它其实也没有说 是一个上下的关系 那你可能还知道 就是LVM它的foundation 有一个board member 那这就更无关 因为board member基本上 就是不管任何技术上的东西 那刚刚提到 就是LVM社群不仅在社群上较为简单 那刚刚提到co-review 或者patch贡献流程上 也相较于传统社群简化不少 例如接下来来讲Linux style 或是Gnu style流程 被非常非常多传统开源专案采用 那在这个style里面 首先它要称为maintainer角色 那maintainer会负责 负责一个tree或是一个branch 那这个branch是负责某一个功能区块开发 一般的developer会贡献patch 那这些maintainer review它 并把merge进去之后 他们最终会向primary tree 或是primary branch 提交for request 那相对LVM的整个contribution process 就比较简单 首先它只有一个branch 那这个branch的githead 我们称为table tree 那patch author 它当它写一个patch之后 reviewer 那这个reviewer并不是某一个maintainer 或是他就是也是bander developer 他会review这个code 那当这个code过了之后 这个author会直接commit到这个table tree 所以然后也注意 这边没有特别强调co-owner 是因为说co-owner 他就前面想到 他只付了在最早最早情况 没有人review这个code的时候 他必须review 除此之外 他只是一般的开发者 那这样的设计 大大简化整体contribution的流程 那当然也不是没有其他的缺点 所以那接下来the bad段落 第一个要讲的 就是关于co-review的一些小缺点 前面提过LVM并没有一个集中的机构 来管理技术上的决策 那像co-review当然也不是例外 但随着LVM规模越来越大 近几年来新的共证者发现 他们的patch越来越难被review 那可能原因有什么 第一个新的 就是新的贡献者 他们没有足够review currency 这个review currency可能是说 他没有认识正确人 或者说大家其实不怎么相信他 或者不知道他的patch要做什么 第二个就是说 就算你有心你是一个资深的member 那你有心想要review某个patch 那这个新的贡献者的patch可能就没有那么 visible 因为毕竟你们可能不认识 或者说他没有特别去广告说 我需要有人来review我的patch 那第三个其实是我认为最主要最主要原因 就是说 这些资深的contributor 他都非常非常忙 原因在于 基本上所有资深或者active的contributor 他们都这些就是 就是写 就是贡献到LVM 其实是他们日常工作 LVM发展到这个地步 基本上可以确定说 除非有人付你的薪水 然后让你做一个全职工作 要不然很难继续发展下去 所以导致就是说 他们可能大部分时间之关 他们分那个工作 当然这不是绝对 只是很多时候都是这样 那刚才提到 corner是在最糟的情况 有没有人review的时候 必须review这个patch 但是其实大部分时候都 他们也是更忙 也是非常非常忙这样 那LVM社群 当然有尝试解决这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 非常有名LVM weekly 它其实有个叫reviewcorner 如果发现你的patch没有被 没有被看到 你可以上这网站填这表格 那还会在下一期的LVM weekly 就是告诉大家 你需要review这个patch 其他还有一个工具 叫Hurl 我想我发现一个正确 那Hurl是给 就是假设你今天有心 想要review其他人的patch 那你其实可以用这个方式 来订阅你自己感兴趣的 co-review的topics 所以这是LVM一些解决的方式 那刚才提到新的贡献者 就是要来谈一下 就是LVM在给beginners的 勤力资金上有蛮大的一些问题 那首先LVM is hard 就连我现在有时候还是认为这件事情 那关于这一点 其实很多就是众所纷纭 那我认为 我个人认为最大的问题 就在于说LVM非常有弹性 它提供五花八门功能来让你解决 许多完全不同的问题 但是相对的 对于初学者来讲 他们看不到一个单一的起始点 因为基本上它是太弹性 它并没有一个单一的起始点 那还记得我们刚才的 我们最初讲到 它是LVM是由很多个韩式库来组成 它就像一个工具箱 但是就像一个工具箱 你若不知道正确打开方式 那一个初学者可能会比较难 难以就进入这个 或者难以使用这个工具箱 那讲到初学者之源 就不得不提 就是最有名的官方tutorial 就是Cardoscope 也就是万华筒 那我个人认为 它是一个full blown的tutorial 就是从prime开始实作起到最后backend 那我个人认为 它是有一点点难消化 那初学者可能很容易 被这个full blown tutorial给吓跑 那这个问题 就是初学者问题 至今整个community 还是没有一个好的解决方式 所以我个人也非常有兴趣 来就是知道你是怎么想 那光光像你这个人的故事 也欢迎大家把这些就是 这些回答或一些想法 留在就是hackmd或是发讯息给我 之类的 那在这个talk的最后部分 我要讲就是the ugly部分 the ugly到底不是说我要diss 就是lbn 单纯只是有一些事情 是非常非常难以解决 那这些事情里面 我认为最严重的是 API还有API的stability 那我们先来讲API的stability 这边讲API的stability 就是说 今天你的code mysource.cpp 他用了一个韩式库 lib.h 那你正常的时候 你都用的 就是用的很好 但是当 他版本更新的时候 有时候这个 这个programming界面会改变 那这时候 你就可能会遇到 例如最常见 compile error 那这个就是说 他API没有说很stable 或是他break API 那放到我们lbn 情境里面是什么呢 前面讲到 就是大家 lbn鼓励你 把lbn当作的韩式库来使用 所以像是我们刚才前面提到 C++ Autocomplete Tools 或是像你自己的toy compiler 基本上都是把lbn当作一个普通韩式库来用 所以这时候API的stability就显得非常非常重要 那lbn在这方面的那个 就是 Policy呢 答案是没有 lbn基本上在C++ API方面 是没有任何任何的那个stability的Policy 所以这让downstreet user变得非常非常反应 因为每次本本更新就好像 就要打仗 而且你compile compile没有过就算了 有时候一些hidden behavior 还会就是会更动 然后你必须要很完善测试你才会发现 那这就可能跟lbn鼓励大家 用library这件事情有一点点相抵触 因为你API就一直变 那我是要怎么比较轻易去用 就这个library这样 那虽然CAPI它是stable 只是它非常非常老旧 它在feature上基本上是很难更上来 那其实这是故意的 因为那时候Chris Lantern是说 他希望就是trade stability for faster feature delivery 这样我能够更快来带给大家最新最新的feature 那这就是API stability的部分 那接下来要讲API stability的部分 那我们这边讲API stability 也就是Application Binary Interface Stability讲的是说 今天我们有一个compile 还有一个binary archive 通常是share object 那这个可能是一个普通的standard library 或是它是一个plugin 那同样的 现在版本关心之后 我们能不能庆议 就是我们 你需不需要一个改变 你需不需要改动你的程式 或者说会不会出问题这样 那这边讲的出问题 来源通常有两种 当你升级韩式库之后 来源有两种 第一个是关于NameMangely 在某些语言 例如CJJ 它在编译之后 可能会把你funkure name 变成一个很古怪的外星文字 方便他们做Linking 那很有可能你升级之后 你这个NameMangely就变成了 例如这边从GNU style的NameMangely 变成MSV系列 就是Microsoft的NameMangely方式 第二种来源是 我个人认为是很危险 就是Type Layout的改动 例如我们今天funkure 它用Point只有用它的 就是X跟YField 那在改动之后 它在X跟Y之间 插了一个新的Field 那但是我们的funkure 还是继续用X跟Y 那这些包括它的 Program Interface都没有变 但是它的Type Layout改动 以至于你的Point.x跟Point.y 其实会存取到错误的Field 那你知道这就会有个 就是所说就是ABI Break这样子 好 那就是这个ABI Stability 在LVM里面看起来是怎么样 那首先LVM当然你可以把它 当作Share Library来用 只是通常更常会遇到 就是ABI问题是 大家最熟悉的Plugin LVM里面其实你不只能够用 Path Plugin 它在Claim里面你甚至能够用 例如客制化自己的Pragma 或者是客制化自己的Attribute 还有就是可能也有些人知道 就是ASD Plugin 那这些Plugin 如果说这些Plugin 例如大家最熟悉的Path Plugin 如果它是Stable的情况下 它看起来是怎么样 那如果它是Stable的话 你同一个Plugin LVM Plus Plugin 它能够在X.Y版本用 那它不需要任何重编译 它也能够在Y.Z其他版本用 那这个是如果它有StableABI 很可惜的 这个LVM没有这项事情 跟API Stability很类似的 它LVM它希望能够发展更为快速 所以它牺牲了它的API Stability 尤其是在Plugin方面 那你会好奇说 那我可能觉得我写Path Plugin 可能是一个Toy Program 那在现实世界上 有没有人真的用Plugin来做 就是Production的东西 那答案是有 其实就是Chromium Chromium其实它用了一个 客制化的Claim Plugin 来检查一些它们Codebase 它们自己Codebase 一些就是它们不喜欢语法 例如你的 这边所说的CachingBat C++ Deconstructor 就是你忘记加 Verture Deconstructor 你该加值忘记加 那它可能会用 ASD Plugin来帮你找出来 所以现实世界是有人用这个 只是就像刚才讲了 它没有任何Stability可言 所以就连Chromium 它们Codebase本身 也告诉大家 你如果没有 非常非常必要 拜托拜托 不要用Client Plugin来做 你想要做的事情 那这边也提供这个连接 其实这个连接它这个页面 大家不能再讲 就如何写一个Claim Plugin 只是它也太提醒你 因为刚才讲到那些 ABS Instability问题 拜托不要把它当作 就是首要的选择 那这边讲API跟ABS Stability 就是就如我会把它放到 一个Ugly Section 就是大家目前没有想要去解决它 然后也非常非常难解决 因为毕竟大家现在目前想要 还是更多更快的feature 而不是比较stableAPI跟ABI这样 好那以上其实就是我今天要给的talk 那我可能就讲话速度有点快 因为我那时候报名报错 我应该报40分钟 就报到25分钟 所以我尽量浓松内容来给大家 就是一个非常快的overview 那我现在就是 Glad to take the questions 然后这个是就是小弟我的书 你如果少的QR Code的话 可以进到购买页面 所以在这边工商一下 了解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大家在SIDO上面提出的问题 第一个想请问讲者对MLIR的看法 哦好问题 所以MLIR其实我本来也要把它放到那种里面 首先我要特别特别强调 MLIR不是Machine能源IR 它是multi-levelIR 所以这很重要 因为MLIR它是一个框架 来让你更容易的去创造IR 这非常非常好用 因为写一个compile非常耗时间 Kristian的话大概十年 才把LVN变成一个stable 所以如果今天有一个非常非常 简易的方式来创造一个 你自己domain specificIR 那是非常非常powerful的 所以我个人是认为 如果你要就是做你自己domain specificLogic 是首要选择 尤其是最近他们又增加 就是新增他们用table进来定义自己IR 我觉得这就更为方便 下一个问题是 为什么想维护M6AK的backend 其实就是因为我在这之前 大部分的碰到都是MailN还有Coin 所以我单纯只是想要学习 就是关于backend方面指示 所以就是这样 然后对其实这真的是唯一的原因这样 那接下来这个问题答案当然就是要先买书嘛 对不对 感谢感谢感谢Scott 只是我会说就我刚才提到 那个万花筒的那个tutorial 会把人家跑 所以我可能会反其到的一些 你先从一些简单的方式 例如我刚才提到 非常希望大家把LVN当作 就是用成一个library这样那你先试着用LVN command line library来用在你Hello World里面 就是用它的API还有用它的library 先从这一步开始你就可能会比较吸你或者是会比较好入手这样那下一步可能从一些比较简单例如把用clin有它的就是LibTooling 就是可以用来创建一些就是token面提到all code complete这种比较简单先不要从就是backend或是 当然LVN那个IR pass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只是先不要从太难先从你感兴趣或简单领域开始 因为就像我刚才讲LVN非常弹性 你用一小部分也可以 你不用用整个 我们还有一分钟可以问说 刚学SSA form的话 建议自己写个tort还是研究LVN 我觉得你如果只是要研究的话 你用LVN档不出来就好了 因为它其实档不出来就蛮直觉 档不出来你就可以看到 它只有一个Defendition然后好几个U是这样 所以你如果只是要学的话 用LVN就好了你不用自己写吧 只是你如果说要把一个非SSA变成SSA 那就是完全不像那个故事 因为就连我也忘记那演算法 那个的话可能自己去写的话会比较方便 我猜 了解 那我们时间也到了 大家其实还有一些问题 那我们会把这些问题 再请他回后回答 谢谢大家 谢谢秘义带精彩的分享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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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